我想谈一下从作为信通行业的代表的话 谈一下我的一些个人的观点 是要从2007年08年以来 金融一以来的话 世界的整个的经济政治格局 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如果从金融行业来看的话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变化 首先是全球各主要经济体 在量宽的政策下 导致的全球货币量的急剧扩大 也就是说货币超发 或者至少是多发 这是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的话是全球互联网金融的崛起 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 由于工作的关系的话 我这几年去美国很多 我觉得在互联网金融上 唯一拒久全球化竞争优势的 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 而且现在互联网金融 在中国的发展态势的话 是绝对不次于美国的 因为中国有最大量的人口 最好的移动互联的通讯环境 和最活跃的交易人口 所以说这些的话都代表 未来中国的互联网经济 包括互联网金融的话 是可以唯一和美国进行抗衡 领先全球的一个独立板块 第三个的话 其实我们看一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美国金融危机以来 刚才有一位家军提到 弗兰克法案 弗兰克法案提格以来 前段我专门看了一个 美国行业的数据 美国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 颁布法案之后 现在美国商银行的金融数据 可以说是最近几十年来 最健康的一个数据 存代比杠杆都降到了 非常非常低的水平 但是健康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盈利水平的下降 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 可能健康是健康 但是赚钱少了 交易的金融活跃程度大幅下降 所以说我们前一段知道 川普已经顺利当选 美国下任总统 1月20号会任职 他所提出的政策里边 几个核心政策 加息 降税 基建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就是放松金融监管 要废除弗兰克法案 但是这个的话 是要经过相关的司法程序的 也就是说美国可能会从 少人的金融危机之中 逐渐的走到下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那中国的话 其实我作为一个金融索业者的话 也经历了过很多中国银行业也罢 还是其他金融也罢 很多的变化 我个人认为的话 现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金融和监管的环境 因为中国的金融总量足够大 交易足够活跃 金融监管的人稳度 我觉得是适当的 也促进了整个各个行业的发展 包括信托业 信托业的话 这几年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现在已经整行业规模的话 突破了18万亿 已经成为一个第二大的金融行业 那我们知道第一大是中国银行业 那第二大金融行业的话 其实这几年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明星区中央的话 这两年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 我们作为一个最年轻的行动公司的话 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结果 但是从去年以来 我们也提出了对行业过去发展路径的 一些思考和转型 我们今年的话已经全部定位到 资管 投资 投行 融资和财富 这五大新的定位 那么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的话 今年所有的金融数据 较以往相比的话 拥有了一个新的大幅度提升 我们的金融资产的话 从第一年开业的十个亿 现在已经飙升到一百亿 我们的营业收入 金融规模和利润的话 连续三年都保持了年化百分之百的增长 这些的话我想 可能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创新 更准确的说是回归到行业的本源 所以说我个人理解的话 金融创新与监管 不是一个对立和矛盾的关系 也不是一个博弈的关系 而重要的是 把金融从业者的冲动和金融监管者的冷静 有机结合的一个完美产物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金融监管与 这个监管套利是在一行三会 特别是在三会层面 利用各个环节不同的监管政策之间的差别 来进行贪管套利 所以说的话 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监管者 现在最担忧的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总体来说 我个人认为 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监管环境 第二个方面的话 我想也给监管提一个建议 就是监管的话 应该鼓励创新 拥抱新技术 拥抱新的市场变化 只有拥抱了新技术 拥抱了新的市场变化 才能更好的对创新进行监管 所以说金融的创新与监管 是一个矛盾 但不是一个对立 我个人认为 如果我们金融从业者 有合规 依法合规的基因意识 监管者 有开放包容的市场心态 那么金融和监管 创新和监管 就不是对立的 而是可以和谐统一的 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 促进社会进步 引导社会发展 促进整个银行业 金融业 整个全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所以说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 对立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